好 接下来这个不是广告 这是在高雄市岐南路的电线杆上 这两天是突然出现一种牌的 示爱看板 署名阿黄的男子 就直接把女主角的名字 三个字李小姐全部写出来 还直接跟她说我爱你 这沿路告白的看板 长约两公里有将近二十个 但是警方表示 这没有经过申请乱挂招牌 就算你是想告白也是违法 很有可能会吃上至少一千两百元的罚单 爱爱勇敢说出来 但如果有人把这样的示爱看板 直接挂在电线杆上 你会接受吗 整条大马路的电线杆 都挂上醒目的告白看板 是谁这么有guards公开示爱 附近民众都很好奇 但想了半天就是不知道 这位阿黄到底是什么人 这不认识这个人 这几天都有看到这个 挂了几面 挂好几面 这一路都有 原高雄市奇南路的电线杆 这两天忽然出现 一整排的示爱看板 新演黄色的亚克力看板上 用签字笔 联名带姓写下女主角的名字 男子叫阿黄 而且看板全都是手写自制的 不仅如此看板还整整挂了两公里 一共二十面 令人脸红心跳的真爱告白 沿路大胆示爱 连薄力士大人都觉得很害羞 这个小姐应该自己 她会知道她会去 给她挂两天 很害羞 虽然男主角搞怪失爱引人注意 也可能成功吸引女主角目光 不过乱绑看板在电线杆上 可是违法的 环保局可一 废弃物处理法开罚 一千两百元以上罚还 虽然爱情无价 让一不小心出发 恐怕还是得付出代价 追求全国民旁 佩如高雄报道